看素食飯 今天寶哥教的烹調手法 相信很多人在家裡都沒這樣煮過 我想問一下 寶哥這次烹調方面有多厲害 這樣厲害了? 在家裡很少煮 但是很簡單, 相當簡單 就是煙燻烹調方法 我們用來做煙燻雞腿 煙燻雞腿, 不是 炸腿和滷水腿也吃過 煙燻雞腿真的沒試過 為什麼要做煙燻雞腿?有什麼好處? 因為煙燻駝心蛋、煙燻素鵝 大家去街上吃過 煙燻雞腿, 家裡有少許吧 對… 但又不麻煩 因為整隻雞頭都會痛 但你只拿個… 腿 去街市買新鮮雞腿 買整隻雞腿 其實只需幾十元 那要怎麼做 不如我們用玻璃盤醃一些太辣材料 先把雞腿, 這是新鮮的雞腿 對, 還有黃油 有三隻 當然是, 三隻狗 對, 炸出來很多 如果平時的冰鮮也可以 冰鮮也可以, 冰鮮、急凍也可以 用小許鹽醃在底下 還有小許糖 不過我看到材料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這裡不是很多東西 對 絕對簡單 小許生粉 加兩、三片薑 不用拍的, 就這樣放進去? 對, 也不錯 反而奇怪, 為何要薑呢 通常薑是用魚的腥味 雞食也很香 而且雞配薑 也比較好 雞不太配蒜頭 但跟薑有一樣 薑, 不用誰說的? 薑濕酒 可以嗎? 薑濕酒 可以嗎? 薑濕酒 也可以 為何你不用薑蓉、薑汁 用那塊薑的去… 一會兒, 每隻雞腿 放在肉的表面 它就會變得很快 那真的有味道嗎? 就這樣一塊放進去? 有味道, 對 薑, 給我一塊碟, 麻煩你 好, 不好意思 很忙, 見到寶哥 然後三位美女 輪著問寶哥的事 對 很榮幸… 好, 就這樣好了 廣播才止 放幾袋 醃大約四小時左右 寶哥, 差不多了, 那四小時 四小時差不多了 好了, 我已經提早四小時 醃了這三個雞腿 然後呢? 準備把它煎 煎, 那很少油嗎? 很少油, 一湯匙油就可以了 我突然在想, 你說煙真 如果用炭來煙燻, 會否更好 要控制秋氣, 控制得很好 在交易公園, 適合一部外 突然要去燒烤的時候 對, 特地出去 我們煎的時候, 雞皮先向底 是 我特地選擇一隻鍋子 每隻都放在鍋邊, 旁邊 不用很熱的油放進去 不需要太熱, 否則外面上色 都還未熟 好 對, 煎不要放在鍋裡 煎得多熟 這個幾乎要差不多九成熟 九成熟 九成熟, 對 我按進去是貼上鍋的旁邊 通常要煎多久? 大約煎每一邊, 即是底面 每一邊煎都要差不多四分鐘 這塊薑片… 冬火, 對吧 這塊薑片不要浪費 對 放進去 放進去 煎薑油出來 好吃很多 是 今天寶哥會跟我們用什麼來煙燻? 今天用茶葉 砂糖 什麼茶葉? 這些煙燻嗎? 煙燻用泡梨茶就快點上色 泡梨茶 如果大家去街上喝竹蔗 然後跟老闆說 老闆, 別丟掉竹蔗的汁 留給我 這樣可以嗎 用泡梨的煙燻是最好的 因為泡梨帶甜 煙出來的雞腿帶點糖粉 這塊薑片會很好吃 還有一點焦糖 還有一些橙皮 橙皮, 稍後切絲, 撒在表面 真的用橙皮嗎? 其實是橙皮 這個也不是, 還是用橙味 我也有橙味 我問你, 不用立刻煮嗎 立刻煮 可以, 對 很好 反正正在煎雞腿 我需要幫你看火嗎? 當然要 好, 要… 好… 我們怎麼知道是何時用橙 我不動它了 我看今早出門前 家裡有什麼… 很棒 可能會有菠蘿皮嗎 菠蘿皮也不太香 有些… 酸酸的 金骨類的食物 譬如青檸、黃檸 柚子呢 柚子也可以, 鹵柚也可以 你回去, 嫂子會罵你嗎 阿寶, 你出去拿了橙 不能吃 阿寶嗎? 對 變嫂子 有試過做給嫂子吃嗎 老闆試過 這個炸的, 半煎炸的 真的沒試過 肥膩, 女士的經驗 怕阿嫂會燒焦 不, 怕阿嫂會燒焦 真的細心 因為其實都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我很煩惱 那你為何不放時間 在嫂子身上 她寧願放時間 在嫂子身上, 不去炸雞腿 現在已經將烹飪的問題 轉移到阿寶 阿寶的感情 我現在在家裡, 阿寶珠糖 起床了 甚麼?你說了甚麼 因為現在我工作上繁忙很多 所以在家裡的時間真的少了 所以沒有時間服侍, 老婆嗎 馬來花也會… 也會很運氣 全程服侍老婆 也會聊天 也會聊天 所以煮食時間會少了 算了… 鋒哥, 鋒哥 鋒哥, 鋒哥 鋒哥, 鋒哥很害羞 鋒哥, 鋒哥, 鋒哥 你說這個, 我… 害怕 有點緊張 緊張, 緊張, 還要煮甚麼吃 放一半 我離開它 中花擺碟, 真未煙燻 先擺好, 一煙燻完之後 立即吃了? 立即上碟 你今天這個有沒有什麼意境? 有沒有主題? 是… 這個… 白花齊放 鋒哥, 鋒哥, 鋒哥 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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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哥 金枝肉葉, 是嗎? 金枝肉葉, 白花齊放 還有星星花用來… 做甚麼? 很漂亮 這個星星 用麵粉做出來的 真的很細心 看嘛 只是這些半碟的東西 都吸了那麼久 別說對著你們, 現在有多心 怪不得知道你說沒時間煮 你鬼馬, 這個你一定… 平時有做給嫂子的 嫂子一定喜歡的 整床都是 吃他了, 這些花花 他的笑聲已經承認了 怪不得了, 這樣也給你… 給你鼓掌得到 打死你半夜一起吃 他現在回去今晚, 留給你了 很多星星, 很多方法 阿寶已經回答我了 阿寶, 你又搞那麼多東西 阿寶, 你真是鬼馬 弄那麼多, 這些星星放在床上 好了… 咬到成頭都是 這樣很感動 這個是甚麼? 很香 這個是急仔 看著雞 小心, 小心 我現在很害怕 寶哥, 你要去那裡看看嗎 對 最重要是煮光在這裡 你不要指著它 很漂亮… 我嗎? 真的很漂亮 修矣很漂亮 有三隻, 漂亮的 不行, 好像獸矣 每人一隻腳都變成了 原歸正傳 大家先靜一點 好了…認真一點 這個你又想做些甚麼 寶哥 打個黑千萬 這裡還有很多東西 你做了煙燻雞腿 但旁邊有這麼多東西吃 能否用到 會否擠進去 最後不可以 可以擠, 可以不擠 好, 來吧 好 現在… 整個中火 對, 已經炸了腦 聲音就… 聽到, 挺乾身的 對… 好了 好, 煮熟了 熟了 現在我們要將它起鍋 我還是要嚇一跳 這裡有左腿、右腿 當然了, 人家有兩隻腳 哪一隻是你 我欺負了右腿 好, 現在我們準備煙燻了 這是家庭版 這是家庭版的, 對 用鍋子, 拖一塊石刃 鍋子要先熱嗎 先熱 鍋子要不停燒熱 石子也有分 有分 面底的 對, 光亮… 光亮那邊向面 是 聽聞有這種反射作用 食物會… 煙是正常的 你那三隻雞腿要不需要即時煙燻 煙燻 可以等一等嗎 不用等, 立即可以做 好了, 現在我們將… 這是煙燻的 煙燻的… 白飯放在底下 煙燻的油 應該是蒸了的, 煙燻的 白飯煙燻出來的香味 有點像日本的玄米茶的香味 有種知識 對, 一定要… 這個也是中大火的, 對吧 對, 中大火也可以 然後面上灑茶葉 對, 這些就是泡泥 泡泥茶, 對 要加點陳皮嗎 陳皮, 今天不加陳皮 加橙皮… 好, 加橙皮 糖… 要這麼多嗎 糖要拿著焦香…糖的焦香味 白糖那樣 對 這樣能分成食物嗎 因為它在大火上 老公, 現在在煮的 保持著大火, 對嗎 保持著大火, 對 現在橙皮…整個橙皮 就是… 把它拌勻 已經有糖的醬汁在旁邊 橙皮真的比放進煙燻 試試這個香味 你是否自創出來的 又是我自創的 是, 我… 用蒸送架 為何你會想到要加橙皮 因為會… 看到的廣告嗎 這個… 很難的, 味道很新鮮 味道會很新鮮 如果沒有橙皮… 或用檸檬皮也可以, 別所謂 好, 雞腿 現在很大煙 對, 就放在… 會不會著火的 對 火就不會著火的 會不會焦的 很害怕 下面那一隻… 就要焦才會煙燻 你會令雞腿越來越熟嗎 也不會 好, 我們… 蓋蓋 它開始有黃煙 我們就… 煮它一分多鐘 黃煙, 我們現在先看 看黃煙 現在還有白煙 稍後會教大家看 怎樣看黃煙 你說黃煙才吸的 不是, 黃煙分多鐘 我聞到很香的橙皮味 對, 現在要全靜大火 是 而且稍後會有一點雞油 滴進去 會令它更加容易上色 你現在落足眼力 看看究竟何時有煙 看它飛出來的煙 黃火 開始黃了 看得到嗎?大家 有黃煙 有黃色了 如果看到黃煙 就可以關火了 關火了 關火了 不然雞肉就會變黑了 再繼續焗 焗它一分多鐘就行了 分多鐘, 好 寶哥, 有一個分多鐘了 好, 起了 好, 看看它是否新鮮 開了… 開了… 等下… 雞腿變黃了很多 黃了很多, 對 深色了 而且你一聞下去 只有一股煙燻味 依附在雞腿面上 但剛才忘記問 那些茶葉需要浸泡嗎 還是怎樣 沒有, 千萬不要浸 即是乾的茶葉直接放進去 乾茶葉 對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 很乾身 我看見它很特別 乾身的 但感覺還蠟蠟蠟 很棒 太好了… 煙燻雞腿 玩法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